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英 我们接着来讲著名的战国大名 三好长庆 上一节我们讲到了 三好长庆 他勇猛的四地十何一存 不幸落马伤众不治 紧接着田山高正和六角家 联合进攻三好家的领地 引发了九米田之战 那这场核战中 素被三好长庆 所倚中的他的二弟三好一贤 战败身死 而田山高正的部队 在杀死了三好一贤之后 声势大振 紧接着攻陷了高屋城 然后合兵四半 包围了三好长庆的居城 范盛山城 想要勤杀三好长庆 幸亏三好家的众多领兵大将 纷纷的赶来增援 这样三好家的兵力 就迅速突破了六万 田山高正只能暂时解除了包围 双方在教兴寺周边展开了对峙 三好家在九米田核战之后 重整了态势 重新占得了优势 他们以六万之中 相对于田山家的四万 取得了绝对的兵力优势 但是田山高正这边 还有拥有四千把火生枪 四千把铁炮的跟来中 这是三好家最大的威胁 但三好长庆 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 更何况 三好郑康 三好长裔 安摘洞康 石河存宝 松荣九秀 三好一星 这些三好家的精兵梁将 全部都云集在了教兴寺这里 三好长径指派了各部队的指挥官 从而能够保证他的命令 迅速的传达到各支部队 而田山方参战的各势力独立编程 整个指挥系统极为的分散 这样就使得三好方取得了先机 那么为了抵消掉跟来中铁炮的威力 三好长庆选择了下雨的一天 来进行作战 这样跟来中的铁炮就无法使用了 三好郑康所率领的先锋部队 首先与田山家的先锋纪州军 展开了激烈冲突 双方面不分胜负 暂时后退 紧接着三好长翼的摄金国的部队 与田山家这边汤川直光的汤川国的部队 以及土桥众星的杂贺国的部队 在山侧发生了战斗 而安宅东康的三好家的部队 与大合众和同景军进行了对战 各路人马相互角力 最终就变成了总决战 那三好一星松永之九秀 以及丹波军在最后投入了战局 田山家的大将 汤川直光当场战死 那么主将一死 汤川家的部队就出现了溃败 这就引发了 田山联军 其他各部的败走 三好长径趁机就发起了总攻击 田山联军彻底大败 而三好家乘势就入侵了大合国 追击田山市的党羽 那六甲家这边听说田山家战败以后 迅速就退回了晋江国 谋求谈和 不久就向三好家臣服 这样三好家的实力达到了顶峰 但三好长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他两个与他并肩作战 一起建立三好家赫赫威名 被他以为左膀右臂的两个弟弟 三好一贤和石赫一存 先后离世 这样三好长庆 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两年之后 三好长庆 邪童 家臣 松有九秀 等73人 在戒 受洗 皈依了天主教 但是这次受洗 并没有让能让三好长庆 摆脱厄运 正是在这次受洗之后不久 他最心爱的儿子 他的继承人 三好一星 一命呜呼 三好一星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继承人 据说非常有风度 而且长得也漂亮 虽然年轻 但是能力很强 军事上 曾经和松永九秀 一起抗击六九家的部队 颇有盛技 在教兵四级战中 也是作战勇猛 另外他的年纪 和将军足立一辉相反 足立一辉和三好一星的关系非常好 对三好一星非常的信任 连带着朝廷公家 也对三好一星非常信任 如果一星能够顺利继位的话 那么三好家的京都的地位 将是稳如磐石 如果仔细的经营 攻略天下 也不是不可能 但很可惜 三好一星 在1563年 也就是三好长庆 受洗的那一年的六月 病倒了 虽然一代名医 曲之赖道三 曾经前往替他诊治 但是病情最终恶化 在借川山城死去 享年只有22岁 曲之赖道三 他是日本医学的中兴之祖国 被日本人称之为医生 他曾经给同时期 在京都所有战国的大人物看过病 直连信长上落的时候 也由他给诊治过病症 所以说啊 曲之赖道三 是日本的名医 他没能治好三好一星 说明三好一星的病情 的的确确是非常严重的 那关于三好一星的这个病 有一些史料记载 说他死于的是黄胆 但还有一种说法 说是孙文九秀 不想让三好一星 这么优秀的继承人 继承三好长青的家业 孙文九秀已经密谋 要以下犯上 因此呢 孙文九秀就毒杀了三好一星 但是这种说法 没有任何的史料证明 三好一星的死 对三好长青的打击 是更加巨大的 这是他唯一的儿子 也是他给予极高期待的继承人 因此在三好一星 去世之后 三好长青的精神 据说上已经开始恍惚起来 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 根据对一些史料记载的分析啊 三好长青很有可能患上了忧郁症 但是老天爷对三好长青的打击 仍然没有结束 曾经同心协力 打开一片江山的三好四兄弟 这个时候就只剩下三好长青 和安宅东康了 安宅东康的性格呢 一较稳健温和 与血系方刚 并且扩来杀戮的三好长青 正好相反 他经常劝说三好长青 不要做无谓的杀生 但原来三好长青对这个弟弟也是另眼相看 但是在三好一星 死去的一年后 三好长青将安宅东康 叫到自己的居城 犯上山城 逼迫安宅东康自杀 而且东康的随从十八人也全部被杀 安宅东康死的时候享年是三十七岁 关于三好长青为什么会诛杀安宅东康 原因众说纷纭 比较主流的说法是 松永久秀 害怕安宅东康 直破他的野心 对他下手 所以呢 先下手为强 向三好长青 进了谗言 而三好长青呢 听进了谗言 害死了自己的弟弟安宅东康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三好长青 这时候刚刚将十和一存的儿子 三好一记 收回自己的养子 继承家主之位 他还怕安宅东康的威望和实力太强 威胁到三好一记的继承 所以呢 害死了安宅东康 但这个理由其实站不住脚 因为安宅东康的性格根本就不是 会与三好一记争夺家主之位的那种性格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 说是三好长青晚年 他患疑于病 所以对东康产生了被害妄想 逼死了安宅东康 但无论原因如何 安宅东康的死成为 压倒三好长青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为三好家 留下了无穷的祸患 因为在东康死之后 三好家再也没有一个有威望 有能力的人 可以压制住松永九秀了 1564年 在失去了众亲兄弟与长子的三好长青 在无尽的失落与孤寂中一命归息 那么当然有一种说法 说三好长青是被松永九秀杀害 实际上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打击之后 就算松永九秀不去谋害三好长青 三好长青能够活下来的日子也不多了 三好长青死的时候享年是42岁 他死后三年才举行了葬礼 在长青死之后 三好家迅速的就分裂了 三好三人众 松永九秀 三好一季 为了全力相互争斗 曾经如日中天 有着问鼎天下威势的三好氏 自此 走上了迅速衰败的道路 三好长青在日本战国史上 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的能力 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 都是在日本战国史历史人物里边 属于第一梯队的 这些年日本政府 曾经在大阪府的东部 范盛山城的遗异中 发现了大量的石墙 经过考古确定 这正是三好长青当年建造的 所以三好长青成为日本战国时期 导入真正石墙铸城的先驱 日本战国时期的石墙铸城 这是因为知天信长 而广为人知 因为这代表着知天信长的技术力和经济力 但是三好长青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的实力也非常接近于后来的知天信长 长江的居城 范盛山城 位于大阪府的东部 东西长约400米 南北长约700米 作为山城的规模之大 在日本战国时期屈指可数 现在已经被日本政府认证为国家历史遗迹 到今天为止已经发掘了公约50处的石墙 其中有些石墙是处于沿山前面 高4米以上 长约30米 据研究的人表示 在中世纪的山城石墙里面如此之多 还没有过先例 由此可见 当时三好长青铸城的技术之高 那么正是因为三好长青取得的这些成就 日本关系地区 近些年成立了一个 让三好长青成为NHK大和剧主人公为目标的团体 他们希望在2022年 三好长青诞辰辰500周年之际 拍摄一部以三好长青为主人公的大和剧 正向支持这一活动的大东市市长东板浩一所说的 三好长青在实力和影响方面 完全不逊于其他的历史人物 应该说 他是日本占国历史舞台上 一颗耀眼的明星 但是一来说 开门万一万一 跟着百党说 然后墨地区 没过